总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婚姻出了问题 一定要找专业的婚恋咨询师去复理 因为我们会分析啊 大家说这个原因最重要的 我今天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 男人都是目强的 女人都是需要倾诉的 这就是人性 你想想 你老公现在不听你的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他眼里你弱 你管不了他 他对你们的婚姻没有忌惮 甚至他觉得 他可以拿捏住你 那面对这种男人 要么呢 你就比他强 要么你就找一个比他强的人 制服他 他在这个维度 你在这个维度 而咨询师呢 是在这个维度的 咨询师会比他强比他高 因为这个人的话 他才就会听的 那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做咨询的客户 我和他们说 他们就认 而另一半说 他就不认 因为他们总会觉得 你更专业 你不偏颇 你的能力很强 你说的话我就是要听 而相反我们说女人呢 女人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会很焦虑 焦虑的时候是需要倾诉的 这个时候 你去找男人倾诉 你会跟他讲 我很烦 我要让你听我说话 我要去给你解决 他会更烦心的 而你不说 你就会很憋 这样你就会很难受 所以当你跟咨询师 去大量倾诉的时候 你的情绪过去了 你才能回到理性状态 去解决问题 那第二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很核心啊 是咨询师不带情绪 不拉偏价 不做道德评判 这是我们咨询师 必须要具备的职业素质 婚姻出了问题 你要是找你的闺蜜 你的家人 他们基本上 就会向着你说话 毕竟是一家人嘛 而对方的家人朋友 也是一样的 你去找他们 本来是想解决问题 结果有些时候越问 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 就会越来越大 第三个 你自己很多时候 没有方法 你的说服力也不强 很多人说嘛 他和我冷战 凭什么 那我就跟他对着了 他变心了 我就要用同样的方法 报复他 这些方法 你很清楚自己做了 关系会更差 或者你觉得 没关系 我自己学习能力很强 我看一些短视频 我看一些书 然后你有了一些方法 但是你的说服力不强 你还是说服不了他 他不听你的 这个时候 你就会情绪失控 你开始会全面否定自己 而一个人 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思路会开始不清晰 表达会不得当 那这种状态下 你们的关系就会更差 你越说 你想越焦虑越说嘛 你越说他越不想听 他越不想听 就会跑得越远 这个时候 你就越想去抓他 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就会让你们相互讨厌 那这个时候 关系就会越来越恶化了 第四个很重要 我们叫树叶有专攻 你生病的会去找谁 医生 想减肥了会找专业的健身教练 想变美会去美容院 甚至你结婚 都要请专业的摄影师拍照 专门的婚庆公司 帮你策划婚礼 你找他们 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 帮你解决问题 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是专门研究 婚姻关系 家庭关系的一种学问 你要知道 人际关系出问题 不是仅仅靠经验 就可以解决的 它真的是需要通过 深入研究 人的心理活动 情感需求 了解每个人的脾气 比性 才能提供更好的 更贴合的解决方案的 家庭 夫妻关系 真的是需要专业性的 所以你想想 你的婚姻是你投入了 大量的金钱 时间 还有感情 好不容易才获得东西 你怎么一出问题 去找亲戚朋友 父母长辈的 甚至去网上问一些 陌生网友 这些人不是专业人士 可能他们自己的感情 婚姻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又或者你们遇到的问题 根本不可能一样 那他们怎么能给出 你一解决方案 你想想 很多来找我做咨询的人 真的 我会发现 他们本来是 好好的关系 或者关系没那么糟糕 但是被各种不同的人 不同的建议 一直到达 又稀碎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只看到一个小点 但是做咨询师 我们要看到一个大面 我们要知道 老公跟老婆的关系 老公的原生家庭 出了问题 老婆的原生家庭 出了问题 然后他们双方父母 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 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的职业 对他们的家庭关系 有没有影响 他们彼此的沟通 互动方式 这段关系 有没有影响 我们要去了解很多信息 最后才给出 一个小的建议 但是这些建议 别人是不会问 这么详细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本来可以很快速地 解决的问题 但是因为别的朋友 简单地一指导 最后胡乱一处理 最后娄子越疼越大 而且你们真的别觉得 心理医生 跟居委会大妈一样 我先说一下 居委会大妈 现在都要经过 专业的心理学学习 但是我们真的 心理婚恋 心理咨询师吧 我们跟很多 居委会大妈 跟朋友 我们的方向 真的不一样 我们会经过 大量的心理学培训 需要掌握 大量的 齐凯分析工具 还要实际解决 处理过很多的案例 我们手里和老子里 需要处备 非常多的招数 有这些做保障 我们也采了 针对性地 去解决婚姻的问题 才更有效地去保障 所以经常 我在做咨询的时候 我上来就会 跟我的客户讲 我说我们今天 第一次至少 要聊两个小时 我要大概地 了解你们的情况 你看我说 都是大概了解 你们的情况 然后我说 我才会慢慢地 给出一个 大概性的方向 在未来 我们的咨询过程当中 我还需要 更详细地了解 所以大家常说 为什么咨询 是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去处理 因为我们只有 详细地了解 你们的情况 我们才能真的 给出更有效的 更贴合你们的 真正的 专业性的建议 所以如果你的婚姻 也出了问题 你想解决的话 那就来找我们 我相信我们能帮你 更好地解决问题 最后套用一句 我们的客户 给我们的评价 他们的评价是 他们真的能帮到我们 谢谢 我也谢谢你们